上星期我做了一期视频是关于代位继承 那么在那个例子中 如果在妈妈给哥哥留了遗嘱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这个代位继承发生不发生呢 我上次就说错了 一位网友提出了疑问 然后我咨询了王律师 今天我就把这个情节再跟大家讲一下 同时把那个错误纠正一下 那我再把这个例子说一下 实际上这个例子是设计的一个例子 就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 那是这样的 爸爸妈妈 然后呢他们有两个孩子 哥哥和妹妹兄妹两个人 爸爸先去世了 若干年之后呢 妈妈又去世了 而在妈妈去世前不久呢 哥哥去世了 那就是妈妈去世的时候呢 只剩下妹妹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 就看妈妈这一份遗产怎么样继承 咱们假设在妈妈去世后呢 那妈妈的父母呢 咱们假设已经过世了 所以不存在父母计证的问题 只有妹妹在世 那妈妈留有一份遗嘱啊 咱们把它简单化 就不说房子 把它具体的 妈妈留下了有100万人民币 然后妈妈在遗嘱上说呢 给哥哥60% 给妹妹40% 也就是哥哥拿60万 妹妹拿40万 那现在呢 妈妈去世以后呢 给哥哥的这个60% 60万人民币 由谁来继承呢 由于哥哥已经死了 那么这个妈妈的遗嘱上呢 哥哥这个继承人就不存在了 对吧 那么不存在呢 妈妈遗嘱上这60% 这60万的遗产 就不能按照遗嘱进行了 因为遗嘱上的这个人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这一部分妈妈给哥哥的这一部分 就立即变成法定继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就是我没有理解这个 所以在上期我就给理解错了 也就是说呢 你遗嘱是有 但是遗嘱上的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妈妈过世之前 哥哥过世了 而这个遗嘱上还有哥哥 那也就是说呢 妈妈这份遗嘱 这给哥哥的这一部分 由于哥哥已经去世了 所以不能按遗嘱进行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按照法定继承 那么法定继承呢 我们学过中国民法典 已经非常熟悉了 法定继承就是 那就是所有的继承人 平分这一个妈妈的这一块 财产 也就是说咱们指的 就是给哥哥的遗嘱那块 60%也就是60万人民币 就变成哥哥和妹妹平分 妹妹肯定就 就从这60万里分得了30万 好剩下30万怎么办呢 剩下30万就发生代位继承 我们看一下代位继承 在这个例子里的条件 首先呢 哥哥是妈妈的子女 代位继承 只发生在被继承人的子女身上 那么这个子女呢 这个哥哥呢 在妈妈去世之前 他就去世了 这是另一个条件 也满足了 然后呢 这是法定继承的情况下 所以呢 就发生代位继承 那什么叫代位继承呢 也就是哥哥虽然已经去世了 在妈妈之前 但是呢 哥哥的往下的血亲后代 是可以继承 哥哥他自己所属的这一部分 妈妈的遗产 那是多少呢 刚才不是说吗 哥哥和妹妹法定继承 平分妹妹拿三十万 哥哥拿三十万 那么哥哥的这三十万 就变成他的 往下的就是他的子女 来继承这三十万 这就是代位继承 那么代位继承呢 注意啊 往下 他一定是他的子女 血亲子女 就是他自己亲生的子女 他的配偶就没有 这就是代位继承的概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妈妈这个遗产最后 这个继承的结果 是一个什么样的 首先他按照遗嘱继承 那么妹妹是得到 按照遗嘱她得到四十万 然后呢 妈妈的这个六十万 是给哥哥的 但是由于哥哥已经去世了 就不能按遗嘱继承了 按法定继承 以平分妹妹 从这六十万里得到三十万 所以妹妹呢 就从四十万 加上这三十万 妹妹得到了七十万 哥哥这份呢 就法定继承 就继承了三十万 那么这三十万呢 进行代位继承 给哥哥的血亲子女 他们总共得到三十万 不管他有几个子女 他们再去进行评分 这就是代位继承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还有一点呢 在代位继承里面 这个代位继承人 他们就和他 他们的爸爸 也就是哥哥的位置一样 是和那个妹妹 也就是他们的 叫姑姑 是一样的权利 作为这个代位继承人 去办理这个 整个遗产继承的手续 是这么样一个位置 那我希望呢 我今天这个解释呢 把上次那个错误纠正了 能把这个事情能说清楚 特别是 遗嘱继承的 上面这个遗嘱人 已经死亡情况 就变成法定继承 这一点我上次的概念不清